中大公布去年香港生活质素指数是102.56 比前年下跌1.57 是09年金融海啸之后最低 香港生活质素指数分三方面 从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制定 其中社会方面 政府表现指数大幅下跌 由前年的6.6 跌到去年的5.62 是五年以来最低 显示港人在政暗权管治 特别是后期不满政府施政 民怨沸腾 经济方面 虽然失业率和经济现况有所改善 但市民未必分享到经济成果 代表买楼的负担能力比率 前年已经跌到负数 去年更加进一步下跌 实质租金指数也下跌 表示市民在高楼价和高租金下 在住屋问题上苦不堪言 中大生活质素研究中心主任 五世梁预计 港府若没有长远措施 解决房屋问题 今年生活质素指数 就会继续下跌 港人继续艰苦生活 港人唯一兴幸的是环境方面的四项指标 包括空气、水质、噪音 和都市固体废物循环再造率 都比前年上升 欧运TV、东方电视新闻台报道